阅读能力是一切学习的基础 为支持小校推广阅读 金车文教基金会 今天赠送猫头鹰 阅读行动图书车 让阅读增加机动性与参与性 并借由学生共同彩绘书车 增加学生对书车的亲近性 提升接触书车的意愿 金车文教基金会 为推广偏向小学校的阅读教育 特别捐赠行动书车给学校 今天来到笔头国小 并补助阅读推广经费 希望师生可以利用这项资源 让阅读向下扎根 金车教育基金会 它这次的活动主要是 照顾偏向小学的阅读活动 那我们也藉由这次的活动 推广我们学校的阅读 除了办理阅读系列的研习 另外也让孩子们 亲自参与偶戏制作 然后还有制作海洋保卫站的 偶戏表演 那表演结束之后呢 我们也会让孩子亲自到 那个海滩去做静滩的活动 我们希望会透过这种小型的书车 能够引发孩子对阅读的兴趣 并搭配每个学校的特色 他们可以去发展 他们的阅读计划 让孩子们更喜欢阅读 那因为书车本身是可以活动 然后他随处都可以去 随处可以去拿到书 随处可以阅读 而且书车是孩子自己彩绘的 所以他们对这个书车更有亲和力 校长表示 学校推广阅读不遗余力 阅读更结合海洋教育 以演书的方式 加深小朋友的印象 让孩子从中更喜爱阅读 而猫童鹰行动书车 由小朋友自己彩绘 让他们跟阅读更亲近 主要是要表演什么 给大家看你知道吗 知道海洋的垃圾 就是要说 不要把垃圾丢到海底去 要把它丢进垃圾桶 不能污染海洋 比头国小师生 在今天结合校园特色 与阅读推广 改编自彼得发勒利 海洋保卫站一书 全校总动员演出偶戏 将与低年级同学 及社区居民分享阅读成果 这成为瑞芳采访报导